现在是凌晨4点03分,我们在吃火锅 凌晨4点吃火锅的原因就是飞机晚点导致在成都的两天作息时间完全颠倒 这家店是在酒店附近唯一一家24小时营业的 这个时间吃火锅味道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气氛 菜品只想说这份冰 我们都以为服务员是忘了在上面放千松堵了 结果千松堵就在里面埋着呢 就觉得凌晨的智商也是被埋着呢 不叫到中午,依旧是就近找了家翘翘牛肉 要了牛杂和鲜牛肉 到了成都才知道翘翘牛肉是像火锅一样 牛肉都是现烫熟的 等待牛肉烫熟的时候,先来了份炒牛肝 口感嫩滑,口味咸香 鲜香的翘翘牛肉当然要配辣椒干碟 牛肉又鲜又嫩,汤底的味道也超级鲜美 中午吃这么一锅就两个字,舒服 吃完舒服的翘翘牛肉准备去吃点刺激的川菜 人是真的好多,还好提前在网上排队 最先来的是回锅肉,有脂肪的肉肉就会让人快乐 来成都必吃兔兔,兔肉鲜嫩并没有很辣 火红的辣椒里面找鸡肉,这就是吃辣子鸡的乐趣 比较采雷的是这个粉还有合肚鱼 建议还是点辣一点的菜 吃完这顿饭,成都也步入了深夜 深夜最适合路边吃串串 大盆里的串串根据自己的喜好拿 最后浇上辣椒汁或者铜椒汁 如果觉得不够辣还可以蘸干铁 晚上坐在小板凳上吃串串就是开心 没有时间起岛去看熊猫 只能晚上来看看著名的熊猫拍照地 然后再去吃顿热锅串串 成都的鸭血又便宜又大块 闻着飘香的辣椒味道觉得找的这家串串对了 你们每次吃串串最喜欢什么? 我最爱的就是各种豆泡豆皮还有牛肉 深夜的成都再次飘起小雨 明天中午就离开成都 所以无论如何也要爬起来吃顿水煮牛肉 快被辣到还准备了喜茶 这家水煮牛肉比较像火锅 焦油的瞬间我们的食欲也被激发 大便的牛肉裹上红红的辣油 一个字辣 越吃越辣 特别怀疑店员是不是把我们的一成辣 记错成了三成辣 还好点了小酥肉和肉串 能微微缓解水煮牛肉的辣 我们还在店里点了酸辣粉和淡淡面的外卖 谁让时间紧想吃美食又那么多 回想在成都的时光感受到了美食的香辣 成都人民慢节奏的生活 这里的一切都是不紧不慢的进行 而我又要回到快递豆的生活 努力搬砖